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没打招呼我就跑了 其实节目中 有些朋友如果敏感的话 能够意识到 跟大家一直是在解释 我过了这个今年的720 过了今年的7月19号 720 很多故事会发生很大变化 那个变化本身的速度 其实超过人能理解 说起心里话 超过人能理解 而且很多东西变得 按照我们正常的常理上说 你看不到真相 我不开玩笑 你看不到真相 因为发生的事情 会跟朋友们 习惯性的思维出现很大对立 那习惯性思维出现对立的原因 就是人们习惯于那种 在读书 在课本里学到东西 在学校学到东西 你都会受到巨大挑战 真相的一部分呢 其实在简单的人情事故中 在简单的生命的道理中 但偏偏现代的人们 去迷信科学的一切 也就是说 我们曾经跟大家经历过的 讲述的很多东西呢 我以为在未来的时间里 大概七八个月吧 我以为可能是七八个月 也可能是十个月 可能是七八个月 也可能是九个月 也可能十个月 大家会受到巨大的冲击 而当一讲出来说 哎呀 是这么回事 但如果不讲出来 人们就会无可待合 所有大的事情 大家瞩目的新闻 都是这样 你问他为什么改变 找不出理由来 但是呢 明白人一看就知道 什么叫明白人 就是生命的人 我们跟大家分享几个故事 这都是大家将看到很 就是大家公开发声的事情 爱琳·坎农 逐审川普 这个机密档案的法官 她是掌握川普命运的法官 是由川普自己任命的 这篇内容 是来自于英国的独立报 但通篇的内容 什么都没写出来 大家可以到独立报去找 我就 因为他通篇的内容 就是站在左派的思维 要去攻击川普 要攻击这个法官 但是呢 他什么都没有 他什么都没有 他只讲述了在2022年 8月8号 FBI袭击了海湖庄园之后 在有关党类分类档案的问题 跟收集档案的问题 坎农法官做出了 有利于川普的裁决 然后被第11巡回法院呢 又把坎农法官给批了 他主要是来攻击坎农法官 但是这次法官做出的裁决 就是把审判的时间推到2024年5月20号 2024年5月20号 然后呢 这个推迟呢 坎农法官做了双面的评述 第一个 说你 你作为这个史密斯律师 史密斯检察官 你设定的日期 十月 十二月十 十二月十一号吧 十二月十一号 那个日期根本就不对 因为 这种案子需要你状告他的罪名很多 37项 那需要对方一一来审 来来来评判 来看到 而且需要法官 需要需要检察官 需要律师 都要有安全许可 那你给了不足半年的时间 他没有时间去阅读 那对方律师不干 再次向坎农法官提出要求 说这是个很简单的例子 那坎农法官就讲得很清楚 你给我举个例子 你给我举个例子 他多简单 你给我举个例子 这种案子 在半年之内就可以确定 他没有这个案子 他没有 历史上没有 然后那律师说我举不出来 那举不出来 回家玩儿少子办 你该干嘛干嘛 坎农法官真的很 很到位 说你心里话 他的力度不在他的表面 他的力度在于他的内涵 那就给他废了 对不对 那对川普的律师提出 川普说我没有 我只是要求你要在选举本身上 你要避开选举的时间 那避开选举的时间呢 你要到大选之后 那么到2024年的11月15号 因为11月5号投票 11月15号往后 你选哪个日子都成 那当然从这个说法来讲 那法官也做出裁决 说你得给我个日子 你不能说以后哪天都成啊 那当然是不合适的 所以就是川普律师提出的这个时间 只是回避了 在选举期间 你不应该去审判这件事情 但是呢 他也没有给出具体的日期 那为什么他没有给出具体的日期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谜 我坦白说这是个谜 在川普跟他的律师 以及他的幕僚 为什么不给坎农法官一个明确的日期 这是个谜 就是他们怎么去揣摩的 那这件事情 本身上 以公对公的 那我相信作为坎农法官来讲 作为川普律师一方来讲 一定他们秉公办事 中间不敢底线 有什么穿通 那个只可议会 只能做只可议会不可言传的事情 言传是犯罪 议会是活该 议会那你 你信科学的人不相信议会 他除非搞女人 搞男人的时候 他相信议会 对不对 此处无声 胜有声 你看那边 那帮烂肉都是 此处无声 胜有声 都是这个 什么声啊 有声没声 他肯定要声 他不可能不要无声的 他一定那些干坏事 人都要有声的 所以那些烂东西 就是这东西咯 对不对 那在我眼睛里看来呢 这件事情就变成 留下了一个尾巴 就是 川普的律师 给了一个尾巴 那给了尾巴 他很显然 他在他们的判断中 在川普自己的判断中 你让法官说 推迟三年五载 川普的律师也知道 这事不能这么办 大家是同情打理的 只可议会 不可言传的故事 所以就给了一个没有日期的 那没有日期的 那律师 那法官就得判出个日期来 就判了一个五月二十号 五月二十号的时间判是来自于七月 七月二十一号做出的判决 那七月二十一号做推 往后推了十个月 对不对 那如果七月到十二月份 那是五个月 所以就加倍了一个时间 那法官做出这样的裁决 历史上没有这种案子 谁都不能说出半个步子 那想去批他的人 也说不出半个步子来 说句心里话 那当说不出半个步子来 这个故事就就来了 就变成定在2024年5月20号 作为选判 作为开始出庭 那他的故 但他的故事在哪呢 川普在出庭的时候 那应该是美国共和党人 在确定自己选民的时候 是在七月份 我们看到他理论上是在七月份 所以距离川普在共和党 是否最终成为提名人 大概一个半月左右 一个半月左右 那这个时候他开庭 那开庭肯定涉及到 选举干预的问题 对不对 肯定涉及到这一切的问题 那选举干预 就是对川普的竞选的不利 你看看从四月份 今年四月份 从这个曼哈顿的这件事情 到现在我们看到的 Mami这件事情 就坎龙这件事情 每一次都是川普提出强烈抗议 就是干涉选举 那干涉选举是谁干的 司法部干的 FBI干的 那这个美国的民主党人干的 美国控制的民主党的 这个所谓司法部的特别检察官干 对吧 所有故事是在这儿 这个东西不是法官干的 因为他告到法院去 那告到法院 法官就得受理 但是在法官确定审判日期的时候 这是法官权利 没错吧 所以法官在有效利用自己的权利 可是从四月份到六月份 两次两个案子本身出现的时候 都是川普在民调中暴涨的时候 川普竞选资金 暴露就是暴收的时候 民间就是美国共和党内部的民间和独立人士 在川普遭受明确迫害的日子里面 而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对川普的支持 坎农法官用了这么个东西 确定了五月份 谁都说不出来 是否选举干预 我们可以在过堂时再说 但是当五月二十号 对川普进行过堂 开始进行审讯这个案子的时候 川普的律师 就是川普的竞选 将达到如日中天的火爆 只要他自己不放弃 而这种悲情角色 是共和党内部没有任何人能够有的 但当川普的第一次过堂 五月二十号开始之后 再过三个月 那就是八月份 再过四个月 就是九月份 就将进入竞选的最高峰 跟无论跟民主党谁 将竞选最高峰 那坎农一定设立第二个庭审日期 是在选举之前 在选举之前的这个庭审日期 双方律师将在过堂上针锋相对 那法官要把握过堂的时间 对不对 在把握过堂时间的时候 将会在大选前造成第二个风波 就是川普身上唯独拥有的悲剧角色 川普将借助堪农法官 树立一个完美的美国式的个人的英雄 抗争着政治迫害 抗争着势力迫害 抗争着司法部 抗争着CIA 抗争着这故事的一切 包括语论 这是坎农法官 在设定这个日期的里面 会确定出来这故事 在按照他停审的时间 他可能停审五天到十天 那很可能是十天 十天是两个星期 5月20号开庭 那停醒十天就到五月底 然后陪审团将做出什么什么裁决 这些都是法官来安排 所以坎农法官将最大可能的 利用川普的故事 树立全新的美国英雄 来真正 你说他是不是干预选举 所有人都不会说 这是有可能 那是你告人家 不是法官在告他 是不是 是你司法部在告他 这是天意 我相信朋友听懂我说的意思 这是一个非常合情合理的 非常简单的 其实所有人明白 人都可以看得出来的 而人们的利益 人们的利益会把自己的视觉 放在川普被审判了 又过堂了 又出事了 对不对 但是这是一个真正的 美国式的英雄被塑造了 在美国司法的体系中 在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故事中 非常有趣 如果当年林肯是以那样的方式 在树立着 在树立着自己 那今天的川普呢 是以这样的方式在树立着 所以我只是借助这个题目了 没有任何人从这个角度上看到这一幕 没有任何人 我没有看到任何故事 那在西方的评论中 非常狭隘的利己主义者 非常狭隘的左派势力 在想把川普碾成粉末 对不对 烧了他 崩了他 毁了他 怎么着都成 只要他不消失了 这份可怜的臭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继续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